2021年4月2号台铁408次太鲁阁号在花莲清水隧道出轨 造成51人死亡200多人轻重伤 是将近半个世纪来台湾交通史上最严重的事故 全民同感震惊哀痛 除了花莲慈祭团体动员大批的义工协助家属之外 包括了福智、法古山等各宗教团体的义工 也纷纷赶来花莲关怀 法师义工接力诵经助念 期盼借由信仰的力量安慰伤痛的家属 帮助亡者安息 4月4号上午7点多 福智僧团的禅僧法师、信家法师 先带着花莲教室的十位义工 与所有广论同学的心意 抵达太鲁阁号事故发生的现场 举行洒进诵经的仪会 祈求三宝的加批 这次的事故 我们听到的也是都非常的遗憾 福智僧团特地举办了两天的送金祈祷法会 希望能够结合神俗的力量 为这次的事件做祈祷 希望亡者都能够顺利的往生散去 对于家属的部分 希望能够给他们一些安慰 补凭他们的悲痛 对于这些辛苦的工作人员 也能够对他们的一种支持跟鼓励 在事故现场撒进送金之后 接着前往花莲殡仪馆景行厅 与更多的义工进行送金超见法会 下午之后我们一起春宴 拿花莲殡仪馆景行 无常事宪应把握当下基辅行善 福智僧团并发起共修计划 5月16号前邀请大众一起参与念诵 《大般若经》《新经》六字大明咒 共同为泰鲁阁号事故 全球疫情与劳汉灾害平息 世界和平回向 这次的无常事件 就是我们能够个人彻底自己 能够积极地去行善 希望这个世界的灾祸都能够顺利的平息 是 是 是 以后